今天8月26日 是我最喜歡的日子 國際狗狗日 狗仔經常帶給我們這麼多歡樂 我們今天一定要請牠們食餐好的慶祝 如果有養狗仔的念頭的話 記得忠養不起養 今天而祭祀入學和訂婚 最旺的新潮就是蛇 宿蛇的人人緣超好 溝通能力強 今天傾工事有利 成功機會大 陳瑩就是屬蛇的 他一向人緣很好 每拍一套劇 就會跟其他演員勁快地打成一片 還會齊齊去旅行地玩 早陣才不停大玩下水禮 曬水著 照片很棒 之後就跟蛇絲萬合作 又有特別待遇 蛇親自曬合照 說是第一次合作 明顯是石陳瑩 雖然陳瑩沒有搞生意 但你人緣那麼好 一定有很多人撐 搞什麼生意都行 今天說你傾工事有利 會不會想想他 對於屬羊的朋友來講 今天是學習的好日子 最好就是抽時間自我增值 今天幸運之星是處女座 你們獲得幸運之神的眷顧 感情生活可望如如得水 謝霆鋒就是處女座 霆鋒的感情生活 一直都是大家的焦點 時不時傳出他跟王妃分手 早前和前債張柏智利分別在澳洲 都被人懷疑是否符合 說很想看到他們同框 連一向不理謠言的亭鋒 今次都生氣了 說不久不久就搞他跟王妃 歷政風妃情比金堅 王妃剛剛生日無奈 他倆一定覺得很開心 今天感情生活繼續如如得水 快點合體給我們看 至於白羊座的朋友 要記得爭取好姻緣 是要靠自己的 今天開始 不要再停留在暗戀的階段 要行動啦 說真的 經過這麼多樣的學習 我覺得我已經成為一個 中草藥小達人 真的不真的 那你出題口一下大家 當然要 聽著 到底以下哪種草藥是真的呢 A 牛眉毛 B 豬鼻哥 C 人頭髮 給點時間大家想想 C 人頭髮 答案就是 C 人頭髮 治療骨折和中風癲癲 人的頭髮這麼厲害 不要剪我的頭髮 不是真的頭髮好不好 中草藥 我們明天見 Bye Bye